請我們這位同心臉倒 請同心莫倒 阿門 祝主要說聖名在這裡見證 奉主耶穌聖名在這裡做見證 感謝主要說 給我這個美好的機會 感謝主給我美好的機會 可以跟我們所有人在這裡敬拜神 能夠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 在這裡訴說主的詞愛 在我小時候 時常跟著我的媽媽到廟裡拜拜 當我的媽媽很虔誠地跪在那裡敬拜 我是站在旁邊 對著我所敬拜的神明 對著我所敬拜的神明 我心裡就這樣想 我心裡這麼想 你坐在那裡 你坐在那裡 還沒叮噹 都不會動 還沒講話 又不會說話 我們在跟你敬拜你怎麼有聽到 我們在拜你 你到底有沒有聽到 你有能力可以保護我嗎 你有沒有能力可以保護我們 我不明白說 在我小小的心靈裡面 我不明白在我小小的心靈裡面 為什麼會去想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去想這些問題 對著拜神 對著拜神 在我的心裡有很多疑問 在我心中有很多的疑問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當我漸漸長大 當我漸漸長大 人說青少年是最快樂的時候 人說青少年是最快樂的時候 在我卻不是這樣 但是對我不是這樣 在我心靈裡面 有說不出的這個空虛和痛苦 在我的心裡裡面 有說不出的空虛跟痛苦 因為我不知道我欠缺什麼 我不知道我缺乏什麼 我經常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有時候我的姐姐看到我這樣 有我的姐姐看到我這個樣子 他都問我為什麼 他都問我為什麼 我沒辦法回答我的姐姐 我沒辦法回答我的姐姐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向我的姐姐 來形容我內心的空虛 我不知道該怎麼向我姐姐形容 內心的空虛 在那裡有一個機會 一直到有個機會 因為每人的介紹 因為每人的介紹 我就去鄉親 我去鄉親 我去鄉親之後沒多久 鄉親完不久 我就訂婚 我就訂婚了 訂婚之後 我的未婚夫身體變不好 我的未婚夫身體不好 一直在在拍拼當中 一直在生病當中 那當中我就這樣想 我就這麼想 都還沒結婚 都還沒有結婚 他就變成這樣 他就病成這個樣子 日後結婚之後 那結完婚呢 他沒有健康的身體 他沒有健康的身體 我是要怎麼去生產家庭的經濟 我如何承擔家庭的經濟 每逢上到這裡的時候 每逢想到這些 我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比較好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感謝神 感謝神 神沒有憐憫沒有主愛 神滿有憐憫跟慈愛 就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神的救恩就通告我的幸福兵 神的救恩就傳到我的耳邊 有一天 我的未婚夫來找我 我的未婚夫來找我 他就問我說 他問我說 你敢有相信這個無情中有神有鬼 你相信宇宙中有神有鬼嗎 我跟他回答說 我回答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神 也沒有看過鬼 我從來沒有看過神 也沒有看過鬼 我不知道這個無情中 是不是有神有鬼 我不知道宇宙中 是否有神或有鬼 然後他就告訴我 然後他告訴我 有人邀請他去聽 有人邀請他去聽 耶穌的道理 他覺得耶穌的道理非常好 他覺得耶穌的道理很好 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去教會 查看耶穌的道理 希望我跟他一起到教會 查考耶穌的道理 我就對他去教會 我就跟著他去教會 當我第一次去到教會的時候 當我第一次去教會 教會都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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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那天沒有聚會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沒有聚會 還是人家聚會結束回去了 還是人家聚會結束回去了 我不知道到底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也忘了是什麼時間 我們就這樣教會的時間看著看 我們就在教會四周看了一下 我們正在要回去的時候 正準備要回去的時候 瑪莉亞這次從裡面走出來 瑪莉亞只是從裡面走出來 他看到我們 他看到我們 就問我的未婚夫說我是什麼人 就問我的未婚夫說我是誰 他就跟瑪莉亞這次介紹說我是他的未婚妻 他就跟瑪莉亞指示介紹說這是我的未婚妻 瑪莉亞這次就向我見證主耶穌的道理 叫我們教會基督 邀請我們一起禱告 基督說我們要回去的時候 禱告結束要回家了 瑪莉亞這次跟我們說你要繼續來查考耶穌的道理 瑪莉亞指示告訴我們說要繼續查考主耶穌的道理 我們就繼續去教會 我們又繼續去教會 當我第一晚來教會參加主會 當我第一晚到教會參加聚會 講到什麼 講到結束 在祈禱的時候 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教會之外就告訴我 教會的姐妹就告訴我 你出去頭前祈禱求聖靈 你到前面禱告求聖靈 我就出去 我就出去 當我禱告不久 當我禱告不久 我就開始一直哭 我就一直哭 我心裡這麼想 我並沒有為了任何事情 我沒有為任何事情憂傷 為什麼我會哭成這樣 我想說 待會兒那些人看到一定很難死 我想說待會兒被別人看到會很不好意思 當我這樣想到 那天天我的心中開去 當我這麼想之後突然間心就開了 我的心靈非常悲哭 好像有一股力量從我心中不斷的高興起來 我也不知道在高興什麼 祈禱什麼 禱告結束了 回到座位 教會的姐妹就告訴我 說感謝主 主耶穌很愛你 你頭前來祈禱 你第一天晚上來聚會 主耶穌就將寶貴的聖靈相守給你 主耶穌就將寶貴的聖靈賜給你 年來我們就在那一年的秋季靈人步道會接受了生命 我們就在那一年的秋季靈人步道會接受洗禮 然後結婚 然後結婚 我結婚後我就很愛去祝禱 結完婚後我就很喜歡去教會 因為聽主耶穌的話語心中非常喜樂 在主耶穌的話語當中 解開了長期困擾到我的兩個問題 解開了長期困擾我的兩個問題 一個是拜神的問題 一個是心靈空虛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心靈空虛的問題 我們請看一段經節 我們看一段經節 十篇一百十五篇 十篇一百一十五篇 十篇一百十五篇第四節 十篇一百一十五篇第四節 他們的五篇是金的 是銀的 是銀的 是人的手所做的 有嘴 沒辦法說話 有眼睛 沒辦法看 有眼睛 沒辦法聽 有朋友 沒辦法聽 沒辦法聽 有手 沒辦法摸 有腳 沒辦法走 有腦也沒出聲 因為當我看到這段經節 我非常感動 當我看到這段經節 我非常感動 我過去在拜神的當中 心中有很多疑問 過去拜神的當中 心中有很多疑問 我一直沒辦法貪民筆 我都沒辦法明白 如今我非常清楚 如今我很清楚 我過去所拜神不對 我過去所拜的是錯的 他是沒有生命的 那是沒有生命的 如今我所拜的主要說 如今我所拜的主耶穌 他是創造無中萬物 他是創造宇宙萬物 創造我們人類生命的神 創造人類生命的神 如今我所拜 如今我所拜的 這位主耶穌 這位主耶穌 他是無所不能的神 他是無所不能的神 他是視平安跟福氣的神 他是視平安跟福氣的神 我非常地高興 我非常地高興 主耶穌也聯名我 我們再來看一次經節 我們再看一段經節 阿摩師書 第八章 第八章 阿摩師書第八章十一節 我對這段經節非常清楚 過去我心靈空虛痛苦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欠缺什麼 我不知道我缺乏什麼 我不知道我缺乏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需要什麼 如今我非常地清澈 如今我很清楚 我需要為神的為義 我需要的是神的話語 來填滿我心靈的這個空虛 來填滿我心靈的空虛 因為物質可以讓我們人的目睹 滴滴滴滴滴 物質可以讓我們的肚子飽足 但是卻沒有活動的心靈滴滴滴滴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心靈滿足 金錢可以買很多肉體的這個享受 金錢可以買很多肉體的享受 卻買不到心靈的平安跟喜樂 但是買不到心靈的平安跟喜樂 心靈的平安跟喜樂是從神而來 心靈的平安喜樂是從神而來 因為神的為義讓我們有生命的力量 因為神的話語給我們生命的力量 所以這是我認為我信主要是最可貴的一部分 這是我信主最可貴的地方 當我信主之後我相信我的伯母 我的兄弟都沒有任何人 當我信主之後我發現我的父母 我的兄姐都不認識這位神 我要將這個寶貴的道理團和我的處來的人 我要將寶貴的道理傳給我家裡的人 我每日回去跟我們爸爸媽媽見證 我每次回家跟爸爸媽媽見證 我爸爸比較好 我爸爸比較好 我爸爸可以接受 他可以接受 他也來教會目到幾次 但是我的媽媽很不喜歡我講這些 他很怕我向他見證主耶穌 他很害怕我向他見證主耶穌 會得罪他在拜的神明 會得罪他所在拜的神明 他就一直跟我吐頭腳下說我黑白說 他就用手指我的額頭說你不要亂說 但是我非常清楚 但是我很清楚 我有進入主耶穌的這個營店裡面 只有進入主耶穌的恩典裡面 將來才有生命 我不能看我的父母跟兄姐沒有得到這個救恩 我就跟主要說 我就對主耶穌說 主啊求你可憐我 主啊求你可憐我 隨聽我的禱告 可以拯救我的父母 可以拯救我的兄姐 拯救我的兄姐 主啊不管時間多久 我要祈禱 我要祈禱 我深深相信 在人是沒有辦法 在主耶穌沒有難成的事 主啊你要可憐我 隨聽我的祈禱 我的父母 我的兄姐 如果沒有得到你的拯救 主啊你叫我的內心 要專業能夠得到安慰 你叫我的內心如何得到安慰呢 有一次我的爸爸發病 有一次我的爸爸生病 我就回去看他 我就跟我的爸爸說 我就對我的爸爸說 我說爸爸 人活著病痛總是難免 人活著病痛是難免的 但是要緊的就是 我們靈魂的生命 要讓主耶穌給我們請求 但是要緊的是 靈魂的生命 要讓主耶穌拯救 他跟我說我有在祈禱 他說我有在禱告 我嚇了一跳 我想說我的爸爸已經很久都沒有來教教會 我想我爸爸好久沒有到教會了 他竟然沒有把主耶穌拯不去 他竟然沒有將主耶穌忘掉 我就跟他說 你要賺到你這位阿哥還可以決定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趁著你還可以決定的時候 你要來信主耶穌 你要來信耶穌 過不久 過不久 我的爸爸病情嚴重 我的爸爸病情嚴重 就被傷到病 就送到醫院 我再去看我爸爸 我再去看我爸爸 我跟他說 我對他說 你要賺到你這門真正清晴 你要趁著你還清醒 你可以做決定的時候 你可以做決定的時候 你要決定來阿哥救他神 你要決定依靠這位神 我只要說請求你 讓主耶穌拯救你 我的爸爸說好 我的爸爸說好 我想說我是一個嫁出的女兒 我是一個嫁出去的女兒 我不能這樣就把我爸爸帶來生 我不能就這樣帶我爸爸去洗禮 我就跟我爸爸說 我就對著我爸爸說 你如果有決定要信主 你決定信主 你要跟我三個哥哥 你要跟三個哥哥 當他們的面表明說 你決心要信主 要當著他們的面表明你要信主 做兒子的不能阻擋你 做兒子的不能阻擋你 我的爸爸就說好 我的爸爸說好 那時候我的二姐已經來信主了 那時候我的二姐也來信主了 我就跟我姐姐說 要為了這件事基督 我就跟我姐姐說 我們一起為這件事禱告 求主耶穌聯名我們 為我們開路 為我們開路 我就打電話給三個哥哥 我就打電話給三個哥哥 道上有事要跟我們交代 什麼時候我們要去到醫院 說爸爸有事情要交代 我們在什麼時間一起到醫院 我們就同一個時間 就參加我的二姐和我三個哥哥去到醫院 我就和二姐跟三個哥哥一起到醫院 當我們去到醫院的時候 當我們到醫院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當我三個哥哥的面表情 我的爸爸就當著三個哥哥的面前 跟他們說我決定要信耶穌 跟他們說我決定要信耶穌 你們做兒子的不能把我做董 你們做兒子的不能阻擋我 我三個哥哥都說 道上你如果發育就好我不會把你董 那三個哥哥說 爸爸只要你高興我們都不會阻擋 那時候我非常發育 那時候我非常高興 我就跟我的先生參加 我就跟我先生商量 我說你敢不可以去教會參加這個人參加 你可不可以到教會跟負責人商量 說我爸爸要信主 說我爸爸要信主 希望他可以來訪問 希望他們可以來訪問 可以認識我爸爸來生 並且為我爸爸臨時受洗 因為當時離南門教會報道會 還要加多月 當時離南門教會的臨人步道會還有一個多月 我怕我的爸爸還沒到那個時候 我怕我的爸爸撐不到那個時候 我的先生就去找負責人參加 我的先生就去找負責人商量 隔天負責人就到醫院看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跟他說他決定要信耶穌 我的爸爸說他決定要信耶穌 教會就通過 明天知道有我們爸爸臨時洗淚 當下教會通過說隔天臨時受洗 我就跟我的先生說 我就對我的先生說 我的兄哥都沒有信 我的哥哥都沒有信主 你去顧我的爸爸 晚上你來照顧爸爸 有什麼狀況你要趕緊祈禱 有什麼狀況你就趕緊祷告 那一天我常常二姐 我就很認真在祈禱 那一個晚上我跟我二姐很認真的祈禱 求主要收勞我們祈禱 求主耶穌給我們機會 隔天一早 隔天一早 差不多九點救火車就把我爸爸載到海邊 九點救護車就將我的爸爸載到海邊 因為我的爸爸是用湯架放下洗 他是用單架抬下去洗禮 洗禮之後我的爸爸很高興 洗禮之後我的爸爸很高興 他一直說感謝祖 他一直說感謝祖 在一個禮拜當中人非常清晰 接下來一個禮拜人很清醒 精神也很好 精神也很好 但是一個禮拜過去之後他就開始分析不清 但是一個禮拜過後他就昏迷不醒 兩個禮拜主要說就把他帶回去 兩個禮拜後主耶穌就召回他 雖然洗禮之後 雖然受洗了 大概三禮拜主要說就把他帶回去 短短三個禮拜主耶穌就將他召回 但是我直到很大的安慰 但是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為罪已經被主要說嚇人 他的罪被主耶穌赦免 他一生的勞苦 他一生的勞苦 得到主耶穌的拯救 這是我最大的盼望 這是我最大的盼望 因為我信主之後 我對這份信仰真的嚴重 我信主之後 對這份信仰十分珍惜 也非常看重 也非常的看重 我繼續傳道理給我的姊姊跟哥哥 有一天我的三哥就這樣跟我說 有一天我的三哥就對我說 你要回來家裡完就回來 你如果要回來說耶穌你就不要回來 我們這拜拜不在說耶穌 我們是拜拜的 我是不跟你談耶穌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因為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我也不因為這樣就放棄 我也不因為這樣就放棄 我每一天都為他們在祈禱 每天都為他們禱告 我就跟他說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祈禱主耶穌 我就跟他說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向主禱告 你自己有體會 你有體會 比我向你見證更好 比我向你做見證還要好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的家庭真的困苦 在小時候家境非常困苦 所以我們兄弟姊妹的感情非常密切 所以我們兄弟姊妹的感情非常好 當我哥哥生意在好的時候 當我哥哥生意好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還要賺多少錢 他說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我就跟他說 我就對他說 我沒有因為你賺的錢在在開心 我沒有因為你賺這麼多錢來高興 我每一天就為到你在優勝 我每天都是為你憂傷 他沒有辦法賺臉別 他還是不懂 因為我覺得 人心中也沒有心得到你 人的心中沒有神的道理 賺錢不一定是福氣 你賺錢不見得是福氣 有時候賺錢的 帶來家庭這麼多這個貨端 有時候賺很多錢 反而造成家庭的貨端 因為人有錢會做很多不好的事 人有錢會做很多不好的事 因為我們看很多 我們看得非常多 有錢 吃喝嫖肚都會 吃喝嫖肚都會 因為心中沒有神的道理 因為心中沒有神的道理 所以我一直求主耶穌可憐我的兄姐 所以我一直求主耶穌可憐我的兄姐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 約我在一個地方和我的二姐 約我在一個地方和我的二姐 他看到我們的時候眼淚就流下來 我說發生什麼事 我說發生什麼事 原來他去賭博輸了非常多的錢 我說沒關係 我說沒有關係 在人來看這是一種禍端 在主要所來說這是贏典的開始 但是對主耶穌來講這是恩典的開始 你要跟我們三嫂全家來賭博輸了 你要跟三嫂一起來全家信靠主 他就跟我們三嫂來教會聽道理 他就跟我三嫂一起到教會聽道理 因為我們哥哥他是在做恩金的生意 他是在做黃金的生意 他是恩金的中盤 他是中盤商 他就把國工廠收費去賣國金賣店 他將黃金工廠收貨賣給各店面 他說現在生意非常好 但是我已經沒有本錢了 我說感謝主 主耶穌有飯給你吃你就該感謝了 你過去不是賺很多嗎 你過去不是賺很多嗎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主耶穌的愛沒有反應 但是主耶穌的愛是沒有限量的 我們想不到 我們想不到 在我哥哥需要的時候 主要說感動很多人 主耶穌感動了非常多的人 有主來鄉坐 有主內的弟兄姐妹 也有外邦的朋友 也有外邦的朋友 給他買很多金 像他買了很多黃金 都說無弟兄我怕會在你這 然後都對他說 無弟兄就 綻放你那裡 外邦的朋友也說 我怕會在你這 他外邦的朋友也說 先寄放你那邊 因為我拿回去怕會遺失 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剛才做了一年 他就這樣做了一年的生意 生意非常好 一年過去之後 我漸漸生意越來越熱 這一年過去之後 生意慢慢的比較小月 在一個禮拜當中 全部都走在那裡 全部都偷偷回去 寄放在他那邊的黃金 全部都被要回去了 這不是主要所有的阻礙 這若不是主耶穌的慈愛 我們想也想不到 我們怎麼樣也想不到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超過我們所想的 超過我們所想的 其實主要所有人的營店 主耶穌給我們的恩典 是風風富富的 是風風富富 沖沖沖沖的 也沖沖足足 我要見證我的二姐 接著我見證我的二姐 來 因為我的二姐心靈非常愁苦 我的二姐心靈也非常愁苦 因為我的姐夫 嫖度他們都會 因為我的姐夫是吃喝嫖度都會 因為我的二姐是在開米粉麵的工場 他們是在做米粉的工廠 非常辛苦 他們很辛苦 我的姐夫就是把錢收收的 我姐夫就是 將這些錢收起來 他出去就有時候兩天幾天沒回來 一出去就是好幾天沒有回來 我的姐姐就痛苦到吃不下也睡不著 我想說人沒辦法解決他的困難 我就跟我的姐姐說 我就對我的姐姐說 來信主要說 來信耶穌 我的姐姐就跟我說 我的姐姐又告訴我 我如果不在 師父都會把我偷拿米粉去賣 師父都會偷拿米粉去賣 我說讓師父偷去賣 我說讓師父偷去賣 和我日常開床都一樣 被姐夫拿去把這些錢花完 意思都一樣 你要放下這個蛋蛋 你要放下這個蛋子 來挖克主要說 來依靠主耶穌 不然你永遠在痛苦的當中 不然你永遠在這痛苦當中 因為人不能解決你的困難 因為人沒辦法解決你的困難 我主要說靠這個能力 只有主耶穌有這個能力 有一天他來教教會的時候 有一天他來到教會 我嚇了一跳 你如果想到要來教會 我問他說你怎麼想來教會 主耶穌在感動 主耶穌感動他 他說他心裡這樣想 他心裡這麼想 我現在人好好的不信主耶穌 我現在人好好的不信耶穌 我生病的時候搞不好主耶穌就不理我了 所以他就來教會 他就來教會 他來教會的時候 他覺得主耶穌很好 他來教會發現主耶穌很好 他對我說一句話 他對我說一句話 他說有主耶穌比有先生有兒子更好 他說有主耶穌比有先生跟兒子還好 他說他在痛苦的當中 他說他痛苦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政府沒在 有時候是姐夫不在 我姐夫不在 他也說帶他去給醫生看 也沒有人帶他去看醫生 他說他有很多病 他有很多的疾病 他說他要求主耶穌讓他的病好 他沒有求主耶穌讓他的病好 他說主耶穌知道他的勞苦 主耶穌知道他的勞苦 結果主耶穌將他的病都醫好了 所以他信主非常快樂 他信主非常的快樂 他說他將信主直到如今 他將來不煩惱 他從信主之後到現在 他都不煩惱了 這是主耶穌無憾的這個因典 這是主耶穌無限的恩典 我想說神的主耶無憾 我想主的慈愛是沒有限量的 我們如果沒有來信主耶穌 如果沒有來信耶穌 我不知道日子怎麼過 我們真的不知道日子該如何過下去 但是因為信主要收 但是因為信耶穌 有平安 有平安 有喜樂 有喜樂 雖然在我們人生的當中 雖然在人生當中 難免有困難 難免有困難 有煩難 有煩難 但是我們不用怕 但是我們不要怕 救於神 這位神 無限的阻礙 他有無限的慈愛 他有無限的能力 他有無限的能力 我們做不到的事 我們做不到的事 在主耶穌 我們中沒有困難的日子 在主耶穌的眼中沒有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都想想把我的困難 照著基督告訴主耶穌 所以我常常藉著禱告 將我的困難告訴主耶穌 基督說我的心就很平安 禱告結束我的心就很平安 就真的很喜樂 為什麼 主耶穌可以叫死人復活 叫瞎眼的看見 斜腿的可以行走 世上的困難有哪一項是主耶穌做不到的 主耶穌凡事都可以做 我們在煩惱什麼呢 那我在煩惱什麼呢 我只要交托給主耶穌就好了 主耶穌一定為我們成全 一個全心信靠他的人 按著他的話去行的人 神必定看顧他 這是主耶穌所應許的 主耶穌所應許的一句話都不會落空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活著平安 活著有喜樂 活著有喜樂 那該如何活著平安 活著有喜樂 我們來看一段經節 我們來看一段經節 約伯記22章 約伯記22章 約伯記22章21節 約伯記22章21節 這裡聖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來挖克這位神 如果你來倚靠這位神 神要將平安相處給我們 神要將平安賜給我們 福氣也要臨到我們 福氣也要臨到我們 有時我們在世間想要得平安不一定得到 我們想在世上得到平安卻得不到 我們想要喜樂也不一定會喜樂 我們想要喜樂卻又得不到喜樂 但是主要所跟我們說 但是主耶穌告訴我們 我們來認罰祢 我們認識祂 祂沒有條件要將平安相處給我們 祂沒有條件的將平安賜給我們 也要將福氣相處給我們 也要將福氣賜給我們 除了主耶穌的慈愛 除了主耶穌的慈愛 世間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世上沒有這麼好的事 我信主在到如今 我信主到如今 我說看人每一天沒什麼在祈禱的 我每一天都不斷地禱告 我求主耶穌施恩聯名我 我求主耶穌施恩聯名我 求主耶穌時時刻刻可以保守我全家的心懷意念 求主耶穌時時刻刻保守我全家的心懷意念 能夠走在主耶穌的道路上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 希望我們將來每一個人都可以站在主耶穌的臉頭上 希望將來每個人都可以站立在主耶穌的面前 求主耶穌幫助 求主耶穌施恩幫助 阿門 阿門 見證到這裡 願一切聖誠、榮耀、尊貴 都歸給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願聖誠、榮耀、尊貴都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平安、歸給我們在座所謂的祖父子 以及我們親愛的母的朋友 平安歸給在座的弟兄姊妹及目道朋友 阿門 阿門 大家午安 感謝主耶穌的看顧 我們剛剛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我們來透過各樣的詩歌還有見證 來想想我們的人生的際遇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這個談到的題目叫做 來到神的家 我想我們大概可以體會得到 這個所謂的神的家 就是指著教會講的 這跟一般偶像或者是其他宗教的這種信仰裡面 的觀念是不太一樣的 為什麼這樣子說 因為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其實這位我們所相信的天父真神 他本來就是人類的創造者 那他就像父母親一樣這樣子的愛我們 他知道我們所需要的 並且也為我們預備了一切 所以在我們還不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知道了我們 並且他也已經眷顧了我們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在這個 所用到的這些經節裡面 我們剛剛這個鳳朱阿姨 他把他自己從小的一些心情 一些這種思考的方向 來跟大家做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去想過 自己在這個茫茫的人生當中 到底要往哪裡去 我不知道對大家來講 神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到底怎樣才可以被稱為神 我們跟神之間 到底應該有一個什麼樣子的關係 在現在這個比較物質豐富的年代 或者說在一個文化 文明昌盛的這個時代裡面 人對於這種信仰 有的時候會採取一個 比較疏離的狀態 會覺得那個不可以證明的 科學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 這個還是敬而遠之吧 大概現在的這個時代 對於宗教信仰比較採取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但是也很奇怪 當我們人在困乏的時候 當我們在難過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災害意外的時候 你又會很自然的想要尋找 這個到底有沒有可以幫助我的神 特別在你發現 你周圍的人是沒有辦法幫上你的忙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神可以幫我啊 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嗎 因為這也是神在創造人類的時候 就已經做的功課 他將這個永生安置在人的心裡面 所以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很自然的去想到神 剛剛我們透過這個鳳祝阿姨的見證 他自己得到了這個福音之後 他覺得非常的美好 他覺得很希望他的家人 也能夠跟他有一樣的這種恩典 於是他很努力的跟他的家人來見證 但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對不對 因為我們自己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接受別人所講的那個 原本我們陌生的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害怕 你一定會排懼 你一定會覺得說 不行我要確認一下是真的還假的 最好不要來煩我 因為我現在過得很好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一種 一種慣性 這也很正常 那所以當我們的朋友們 在邀請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來跟我們見證這個耶穌的時候 我相信對我們各位親愛的朋友來講 可能心裡會覺得有一點矛盾 我知道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同事 我這個同學 人很不錯 他講的也挺好的 好像有那麼回事 但是 但是真的要去嗎 但是這樣會不會浪費我的時間 這樣子 會不會造成我的困擾 這個可能是 在我們很多朋友 當你要踏進教會之前 或者是即便現在已經坐在這裡了 你心裡仍然會有的一些疑惑 其實我們的神 最偉大最慈愛的地方 也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的神 其實他要扭轉你我的行為 要求我們再來相信他 其實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只是他從來不強迫我們 他希望我們能夠主動的 能夠自在的來親近他 因為就像爸爸媽媽對孩子一樣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爸爸媽媽對待孩子 通常都是希望讓他能夠幸福快樂 即便有的時候覺得這樣對他更好 會跟他說 說完了之後 有的時候 算了 你既然不聽就先這樣吧 等你自己體會了再說吧 所以我們剛從見證裡面會發現 在他的家人當中 大部分人都是在遇著困難的時候 才會來親近神 認識神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剛剛我們所讀到的經節裡面 這個除了讓我們去思想 這個依靠偶像 其實是無意的之外 我們也透過這個聖經的約伯記 知道原來 認識真神 是我們平安的一個起點 並且福氣會臨到我們 什麼叫做福氣 在一般來講 我們對於所謂的福氣 大概就是 反正好事就是福氣 但是其實在聖經裡面 告訴我們 所謂的福氣 就是當你能夠按照 神的 神所要求的 這些命令 或者說 這個誡命 或者說道理 來行事的時候 神會把他 答應要給你的 這些事情 臨到你身上 所以在約伯記的22章 這個告訴我們 這個神的平安 會臨到我們 福氣也會臨到我們之後 他接著告訴你 所以你要明白 認識神的誡命 要去行出 他所對我們要求的這些事情 這個對我們今天 在這世界上的人來說 我想我們就比較能夠理解 原來神是這樣子 在看待世界萬物的運行 這一切的世界的萬物 既然都是神所造的 神為什麼會讓我們 遇到一些身體的疾病 或者說是心靈的這種問題 或者是一些意外災害 其實並不是因為他不喜歡我們 或者是他想要處罰我們 而是在這一些自然的問題當中 會讓我們發現 原來他是多麼的愛我們 就像我剛剛所提的這個例子 在聖經裡面也告訴我們 我們的這位天父真神 他是很愛我們的 所以就像我們的父母親 在愛我們的時候 他可能會預先的去知道說 如果你這樣子做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你不能明白父母親的好意 所以爸爸媽媽有的時候說多了無意 也就讓你去做吧 既然你那麼愛爬牆 好吧爬吧 爬吧 等你掉下來受傷的時候 這時候你會突然發現 欸 爸爸就在你旁邊 扶住了你 結果你的頭沒有撞到地上 對不對 然後呢媽媽在旁邊 那個已經準備好 這個看看你哪裡受傷 要幫你處理你的傷口啦 這個就是神對人的愛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讓我們明白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懂得呼求神 尋找神的時候 原來神真的離我們不遠 就在我們的周圍 那個看守我們的 絕不睡著打盾 因為他不像人類 是有軟弱不足的地方的 所以呢 他隨時都預備著 要來拯救我們 幫助我們 當你一呼求他 他就會回應你 所以在我們所讀到的 我們所聽到的這些見證故事 還有未來 如果我們有機會 慢慢的來讀聖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在聖經裡面 在教會的這個 弟兄姊妹的身上 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見證 體會 有很多很多神的能力的彰顯 這個都不是我們今天 用一點點的時間 就可以向大家說明得很清楚的 但是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真的 需要來尋找這位神的幫助的話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來到他的家 來到神的家 就是來到教會 來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在這地方有很多 已經蒙了神 恩典的人 在這個地方聚集 在這裡的人 因著 曾經嘗過神的能力與恩典 所以 很自然的 歡迎更多更多的人 來跟我們一起 得到這樣美好的福氣 只要人願意按照神所說的 來親近他 他必然願意 將恩典福氣 平安 來賞賜給我們 所以 希望我們各位親愛的朋友 在未來 你可以有機會 來到神的家 也就是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聽得到 神的言語 就是這本聖經的內容 你可以聽得到 弟兄姊妹的見證 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這種 人和人之間彼此相助 互相關懷 這樣子很溫馨的場景 這並不是因為 這個地方的人特別好 而是因為這個地方的人 得到了神的恩典 按照神的這種教訓 願意過著一個 在地如天的生活 就好像我們已經 在神的懷抱當中一樣 所以歡迎我們的朋友們 將來都能夠常常 來到神的家 來到教會 我們從聖經裡面 來看一節的經文 了解一下 這個教會 神的家 大概是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提摩泰前書的第三章 第14節到第15節 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兩千多年前 一個為耶穌做見證的人 名字叫做保羅 他在像一個後輩工人 一個後輩的這個年輕人 見證耶穌的能力 來見證這個教會 為什麼需要被設立在這個世界上 他是這樣子說的 我們來看一下提摩泰前書的第三章 第14節 在他寫這封書信的時候 他其實是人被關在監獄裡面的 但是他知道 他即將要被釋放 所以他很開心 寫了這封書信 告訴這個年輕人 提摩泰前書第三章的第14節 他說 我指望快到你那裡去 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倘若我單言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個家就是 永生神的教會 真理的注實和根基 這個作者保羅 他其實不是因為做壞事而被關起來 他是因為 這個太興奮太熱情的 想要見證他從神得到的恩典 所以讓當時的其他的人 覺得你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子 好像要破壞我們的信仰 所以有很多的人 就這個控告他 其實官府也知道他是無罪的 但是為著安撫 當時的這一些其他信仰的人 所以就把他關起來 這個是在當時 你從聖經裡面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些遭遇 你從這個保羅所寫的很多的書信裡面 你會發現 他從來沒有去責怪那一些 錯怪了他的人 他知道其實大家只是 還沒有辦法接受神的恩典 所以才會有這一些比較過激的反應 所以他並不灰心 他仍然繼續不停的在 這個向更多更多的人 傳扬他所得到的這個恩典福氣 所以即便他在獄中 他在監獄當中 明明他是被冤枉的 他卻不覺得有什麼委屈 他繼續的向監獄裡面的人 傳福音 他繼續的用書信的方式 向那些已經得到福音的人 來告訴他們 有關於耶穌基督 所希望我們大家去做的事 所以他寫了很多的書信 在這個地方 他說很指望 可以趕快的 來到提摩泰的那個地方去 但是他也怕這個時間 會有被拖延到 畢竟他是行動不自由的 所以他不能夠掌握自己的這個生活 但是他說我寫這些信 是要讓你知道 在神的家中應該怎麼做 什麼是神的家呢 這個地方說 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接著他對這個永生神的教會 做了一個簡單的註解 他說就是這個真理的注食和根基 什麼叫注食跟根基呢 這個在當代的建築藝術 你如果現在我們這個旅遊 是很發達的 雖然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不能出國去 但是我們電視也可以看得到 網路都可以看得見 對不對 如果你看一看那些 希臘羅馬式的建築 你就知道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這種注食 他不是要拿來支撐房 不是像我們這個柱子 我們這個柱子 是拿來支撐結構用的 他們的柱子是蓋在門口 蓋在那個房子的外圍的 對不對 我們這所謂的巴洛克式建築 這台灣也有很多 那這些的建築的柱子要做什麼用 如果你認真看就會發現 那些柱子上面都刻了很多美麗的花紋 那再更古老一點 在2000年前他們那個年代 他們那個柱子上不是刻花紋 那個刻花紋這種巴洛克式的 大概是500年前流行的風格 在更早以前 2000年前的這些柱子上面 都在刻什麼 都在刻那個皇帝打戰 打贏的那些圖 那些的戰爭勝利的成果 然後去描寫 這個君主有多偉大 這個將軍 怎麼樣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勝利 為什麼要刻這些 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這些的注食 在他們的這個建築物的外圍 就是要讓人家去紀念 讓人家去知道 哇我們的國家多麼的強盛 我們的軍主我們的這些軍隊 有多麼的厲害 這個是在羅馬時代 一個這個當時的一個背景 所以在這個地方他談到 神的教會是真理的注食 意思就是在告訴你 教會的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看見 我們的神有多厲害 我們的神有多麼大的能力 有多麼大的恩典 要臨到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 將來能夠有機會 來到神的家中 來到這個地方 一起來品嚐神恩典的滋味 讓我們慢慢的去體會到 原來神有多麼的偉大 所以今天透過這些見證 透過這些詩歌 還有透過這些聖經的經文 讓我們大家知道 原來神是如何的愛我們 神是如何希望我們來親近他 好那下午的這個分享 就到這個地方 感謝主 我們在今天的這個詩歌 步道聚會即將要結束之前 我們要帶領大家 一起來祈求靈恩 什麼叫做祈求靈恩 為什麼要祈求靈恩 我們剛剛透過見證 透過詩歌 透過聖經的這些道理 讓我們來思考我們跟神的關係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 這個我們說我們的神是這個樣子 是這麼的美好 那別人也說他們的信仰是如何如何 對不對 這個當中好像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吧 一時之間也難以分辨 是的 要很快的去分辨這其中的差異 確實不容易 但是我們的天父真神 他是很慈愛的 並且他的智慧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所以他老早就知道我們會有這樣子的疑慮 或者會有這樣子的一時之間 還沒有辦法去分辨 這樣的一個困惑 所以在聖經裡面 他老早就告訴我們 我們的信仰 有一個很容易辨別的一個辦法 就是透過得到聖靈來證明 我們所信的這位耶穌基督 就是天上的真神 在這個耶穌在兩千年前 來到這個世界 完成了救恩 即將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跟他的門徒說了幾段的話 其中這個都談到跟聖靈有關係 因為當時他的門徒們 也很擔心也很難過 也不知道當耶穌離開了之後 在這世界上他們該如何自處 但是耶穌告訴他們 不用緊張不用難過 因為當真理的聖靈來到的時候 你們就能夠為我做見證 當有這個聖靈同在印證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原來我真的已經在父那裡了 所以這個得聖靈這件事情 在聖經裡面 他是一個信仰很重要的印證 這跟其他的信仰是很不一樣的 其他的信仰大部分都透過 所謂的神蹟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感受 但是這個有的時候 這種感受的問題 很難講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者是別人能不能夠理解 但是聖靈這件事情 他是很容易辨別的出來的 所以當後來耶穌升天離開了之後 果然如同他所預告的 聖靈就降臨到他的門徒的身上 在聖經的史無行傳裡面 多次的讓我們看見 當我們人得到聖靈的時候 我們的舌頭會發出一種 人聽不懂的話語 會跳動會捲動 這不是學習來的 這個是他自然發生的 當我們能夠這樣子跟神 我們跟神祷告的時候 神讓我們有這樣的體驗 連旁邊的人都看得出來都發現得了 所以剛剛我們奉朱阿姨 在做見證的時候他也提到 他在第一天去到教會 他就得到聖靈了 這個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 但有不少的人 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神常常在你還不清楚 到底為什麼的時候 神就已經先讓你知道他的存在 重點是我們人要能夠謙卑 來到他的面前來向他肯求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這個我們當父母的都知道 要把好東西拿給兒女 所以我們的天父真神 豈不會把更好的東西 就是這個聖靈賞賜給我們嗎 所以只要我們懂得 向神來祈求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了解 這一份信仰是真的還是假的 想要知道這個聖經所說的 是這個真實的還是虛構的 你就不妨跟神求聖靈就知道了 對不對 其他的東西 你可能要花點時間慢慢研究 這本聖經雖然沒有很厚 但是也不會很薄 那你也得花好一段時間 才能夠看懂他看會他 但是如果當你得到真理的聖靈 與你同在的時候 很多人的見證是原本他看不懂聖經 這個當得到聖靈之後 看聖經一看就懂 而且馬上能夠感受到 他裡面到底想要告訴我們 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用講的 就能夠讓各位感受得到的 所以 耶穌要求我們要勤持迫切 來跟他求聖靈 所以我們各位親愛的目道朋友們 如果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要怎麼樣來認識這位神 沒關係 你待會就來到前面 跪在絕書的面前 來向神來祈求這個聖靈的體驗 你就會知道到底有神沒有神 到底這些朋友同事 他們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其實我們用理性邏輯來分析理解知道 我們這麼多的人也不必要跪在這個地方騙大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是不需要懷疑 但是神愛我們 神知道我們人是很需要證據的 所以他老早就已經答應要把這個聖靈賞賜給 願意跟他祈求 願意順服 願意相信的人 所以我們待會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不要覺得這個害羞 或者是覺得害怕 我們就來到前面 來向他懇求 那要怎麼求 這個禱告 也許過去你有你禱告的經驗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 該向神怎麼禱告的時候 我們的教會禱告其實很簡單 這個我們 這個地方有一個板子 上面只有兩句話而已 第一句話 就是奉主耶穌聖名禱告 因為我們要向天父真神 主耶穌基督來禱告 你就向他禱告 所以你喊他的名字 奉主耶穌聖名禱告 意思就是說我要在耶穌基督的名字裡面 來跟你禱告 跟神講話 那這個禱告不是像我 不是像其他的人 而是像我們天上的真神 所以在耶穌基督的名字裡面 我們向神來獻上我們的禱告 在禱告的時候 你心裡要想什麼 你要向神求什麼 你要跟神說什麼 這都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發揮 我們在嘴巴 你可能不好意思講出來 或是你也不知道怎麼講比較好 你只要反覆的唸第二句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就好了 這兩句話很簡單 其實它是一句話 就是讚美神 這個哈利路亞 它是希伯拉文的這個發音 意思就是讚美神 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待會兒 你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的眼睛閉上 手握好 然後在這個 這個我們的身體跪下來 我們誠心的 在向天上的神來禱告 那禱告的時候 我們就是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那如果你忘記了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眼睛張開看一下 絕對書不會怪你的 因為這一句話 多念幾次就熟了 不只在這裡可以這樣子 回家也可以 在哪裡都可以 在過去我們的教會裡面 很多很有趣的見證 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禱告都可以得聖靈 連騎機車的時候 禱告都會得聖靈 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這就是神的慈愛 父母親的慈愛 常常也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天父真神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只要願意真心來尋求 他的這個同在 神一定願意跟我們在一起 其實你還沒求他 他就跟你同在 只是 只是你願不願意 跟他一起來走這一條 他要我們走的路 願不願意來到神的家 來尋求他的同在 所以我們待會兒 請我們所有的目道朋友 不要害羞 不要客氣 來到前面 跟我們一起來向這位神 祷告 祈求從神而來 屬靈的恩典 如果我們的身體不舒服 沒關係 來到前面可以用作者的 作者的眼睛閉上 一樣可以祷告 如果我們覺得第一次來 搞不太清楚狀況 想要看一看別人 也沒關係 你就看吧 信仰是自由的 你可以很自在的 在這個地方做你想做的事 那但是如果你看一看 發現也就這樣子嘛 因為確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那你可以 不要浪費時間 就把你的眼睛閉上 把你的手合上 真心誠意的來向神 祷告看看 也許神就讓你有所體驗 所以我們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起來祷告 願意接受按手祷告的人 請到前面來 待會兒長子 傳道會把手 按在你的頭上 為你帶導 為你祝福 我們一起同心 跪下來祷告